周末假日家昌里在右昌森林公园里举办健走活动 不少民众扶老西又来参加 虽然外面大太阳 但在步道上有很多树木遮阴 步道也很平坦走起来很舒服 公园里小桥流水景色也很好 因为这个公园很干净 所有的公园我看来就这里 比都会公园还漂亮 这边风景很有美 还有飞机公园 有一家飞机 那边小 前几天有下雨嘛 我们这个 下面的水增加了很多 以前都快要干了 去年一年嘛 今年又一年 已经办了两年 那里民朋友都很踊跃的参加 然后最主要是右昌森林公园的 就是后来的改造 都让大家有休闲 休憩的地方 走到嘉宏路 然后我们有一个盖章的活动 就是参合的兑换卷 后面有盖章 然后回城就绕了一大圈 等于是绕了一大圈 走外围这样子 就是很多树木嘛 所以你来这个地方 也不怕说晒太阳 当然晒一些太阳也是好 但是我们该有辟阴的地方都有 又长森林公园启用有一段时间了 园区步道之前 常因为下雨积水不退 民众散步都要很小心 经过里长向市议员反应后 市府才将公园的排水系统进行改造 将雨水导入置洪池里 步道就不再积水 要举办大型活动也不受影响 步道积水的部分 我们都有所改善 都非常感谢我们的议员 在地方上 对居民的一个不足的一个需求 他们都非常的尽心尽力来投注 所以一般里民的话 都善于利用这个地方 不光是我们的广场舞 我们的早上的气功 那我们办活动 就是会选择这个地方 目的就是引导我们很多的里民 知道有这个那么好一个地方 另外市府还在公共投赢中心旁 开了一座结合地方文史的特色游戏场 像是这个飞机造型的邮剧 结合了各式攀爬网和旋转滑梯等 很适合小朋友爬上爬下 钻来钻去 玩得很开心 玩再久也不腻 孙女每次来这边 她就不想回家了 两个个性不一样 但是两个你看钻来钻去的 玩得很开心 幼昌南指这边 有一个第一个 我们台湾的第一个飞行员 她就是不幸在空中遇难了以后 那就是要激恋她 就变成一个飞机的一个造型 幼昌森林公园占地广阔 花草树木也很多 非常适合大小朋友来这里 运动休闲六小孩 家常里里长也用心维护举办活动 信民众多来幼昌森林公园 享受都市里难得的自然环境 记者王仲凯 类伤帮高雄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